Hello,大家好,我是Dina,欢迎大家收看这次Insert Magazine的新车推荐 这次呢,非常开心可以问Volkswagen Midtown接到我身后这台2019款的Volkswagen GLI 你可以看到这款GLI呢,大体上一眼就能认出它Volkswagen的标志性车头 以及它GLI小钢炮的那种非常运动感的外形 黑白配色,红色的strip 然后再加上红色的刹车卡钳,红色的标识 而这台车呢,在运动上面就非常的有一点小野心 你开在路上的时候,标志性也是非常强的 它的尾灯其实非常好看,它这样的一个设计加上这个三个点 对于我来说这一点是非常吸引人 就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行车的时候 然后这个标志性的尾灯,让整台车都是有一种就很耀眼的感觉 它这台车呢,其实尾部的那个尾创空间也是OK,足够大的 不会说因为它要很运动,所以把牺牲了空间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空间感很大,其实差不多后面也可以放到两个thulket 稍微挤一点,但是平时来说的话是非常够用的 GLI它内饰方面跟之前介绍的那个Otrian比起来的话 就是更加的运动感一些,Otrian更加的商务吧 但是GLI这台车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就这些碳纤维的元素 以及它这个比较多角度,多棱角的这样一个设计 和这个偏向程度都让整台车更加的运动 也是因为它这样有一个更加focus在驾驶员身上的一个设计 所以让这个车其实你在操控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的 那这个touch screen上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就是选择你的音乐啊 或者是需要导航的话可以很方便选出一个导航或者其他的一些设置 那这台车呢也是因为它比较注重的还是操纵感 所以它也是有三个不同的驾驶模式 就Sport,Comfort和Echo 就是你想省点油那你可以选择Echo 想在Sport一点呢你可以选择Sport模式 然后让一台车的就是小钢炮的感觉更加的凸显 而GLI它里面的显示盘也都全部换成Digital的 就是它的转速表,速度表以及行车的信息全部都是 现在都是电子化了 也是非常清楚可以看明白它的颜色标识也是非常的运动感 然后呢储藏空间方面呢也是基本够用 这边的手机防滑垫还是很大 那这边有个USB插口你可以用来连接你的手机 这边的奥藏呢可以放一些零钱小东西卡片 两个cup holder还是非常有型的 六脚线冷脚 打开这边你会发现它这个非常像一个冰箱 然后这边有一个USB插口可以用来充电 它后排空间也是挺大的 差不多腿部空间的话也有两个半拳头的位置 然后头顶的话也是差不多两个拳头 所以做到后面也不会觉得很局促 空间还是不够的 而且呢它的整个皮也是比较透气 而且还有红色的那个缝线 然后整个内饰来说看来是都非常的运动 它的推背感还是非常不错 这台GLI呢就是它的运动模式 我们现在开的是个运动模式 能感觉到它的油门反应 还有它的刹车都是非常的灵敏 所以要就是快速加速的时候 它的推背感还是非常足 就给你感觉像是你开了一台很很棒的一台小跑车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它的ECO模式 会不会比较无力呢 MECO模式也还行 就是很平稳 就可能提速没有那么快 会提的比较慢一点 但是整个感觉氛围还是挺OK的 然后Comfort模式 跟ECO模式比起来呢 就稍微要给力一些 然后方向盘也会紧一点 然后开着呢 不会说像Sport模式那么的反应那么灵敏 但是对于我们平时日常来说的话 它的油门反应啊或者是整个驾驶状态都是非常的舒服 也是动力也是非常足的一款车 那它这台车呢 配备的是2.0的Turbo charge引擎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228匹 它有6速的手动挡 起步价是31,000 然后我们开的是7速的自动挡 可能稍微贵一点 比如说像刚毕业的就是男孩子 你想要追求速度的 而这台车就是非常稳的一台欧洲车 然后性能也挺好的 价钱也非常的划算 同时它也有 就是现在应该有那些安全设施 比如说什么盲点探测 防碰撞啊 这些功能它都有 所以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台GLI的话 或者喜欢我们的video的话 记得给我们一个like 同时呢 记得subscribe我们youtube频道 关注我们的facebook 微博微信 我们的官方网站 那就在下一次的新车推荐 再见啦 拜拜